HELLO 大家好 我是歐瑪 上週由於我們的露營車這個主題得到非常熱烈的迴響 很多人也很好奇 到底露營車它的投報率表現是怎麼樣 聽說露營車它的投報有到20% 因此本週廢話不多說 但我告訴你這20%的投報是怎麼來的 要了解投報前 我們要先來看看市場上有分哪三種不同價位的露營車等級 首先五星級享受 價格同樣也是五星級的礁吸老爺酒店 不但有私人管家料理晚餐 泡湯擁有泡到飽 還有DIY活動及許多周邊設施可以體驗 假日一泊二十 一人要價一萬元 接著是位在金山最近也相當熱門的皇后鎮森林 也是碗水、泡湯、DIY活動一樣不少 讓你一個背包即可入住 假日一泊二十 一人要價兩千八百一晚 位在南澳的那山那谷的露營車 則是以住宿為主 沒有餐飲服務 假日一人一千出頭 如果綜合以上三種不同的市場價位 我們一個晚上大概抓在四千塊左右 那我們保守一點如果只做 例假日的生意 現在政府公告呢 例假日是一百一十五天 如果是屬於全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話 大概住房率會抓在三十趴左右 然後如果再將備品管理成本 或者是維修成本一起考量進去的話呢 那我們用比較包規格 抓旅館盡力的方式 在四十趴去抓這個露營車的盡力 那盡力的部分呢 一年大概可以賺在十七萬多 那市場上一台不錯的露營車呢 大概要價就是八十萬左右 也就是我們自己有資金準備八十萬 那一年的話可以賺在十七萬多的話 其實頭包算下來的話呢 大概就有二十趴 二十趴呢 相當於是五年回本的概念 那其實對很多投資人來說呢 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投報率了 但是呢 以動產來講 畢竟它的這個價值會隨著時間慢慢流逝嘛 所以動產來講 這樣子的投報其實是合理的 而且就算未來呢 它可以就是再轉熟賣給下一方 繼續去做經營 但是因為畢竟車子在外面 刮風淋雨嘛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五年之後呢 它的殘餘價值剩下是多少 而能否到達就是二十趴這樣投報的績效 其實取決於非常多的關鍵因素 比如說第一個時間 因為很多人其實他今天擁有就是一兩台的露營車 那可能就是都要自己來做經營管理 可是這樣子的話 自己的實力就被綁在那邊啊 那如果今天真的沒有辦法 必須請別人來協助的話 那這個利潤又必須要分出去 所以呢 它的利潤也會因此呢 就是變少了 那如果這時候他想說 那不如我就是多弄幾台來 然後再請一個專人來去 統一局的去做管理 可是這時候會碰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資金不足的問題 即便資金的部分解決了 但是呢 如果沒有專業的團隊來協助管理的話 那其實他也沒有辦法長久的經營下去 因為現在露營車他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住宿的空間 他同時需要搭配很多其他的服務跟多元的活動 也因此如果沒有這樣的團隊 一直不斷的去創造這些內容跟好的服務的話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呢 他會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跟品質 專業的經營管理團隊 他同時會去顧及市場行銷 還有去找尋如何去開拓新的客源 或者是做很多不一樣的異業結盟 因為未來呢 在露營市場的部分一定會非常的競爭 所以呢 有不斷額遠不覺好的這些行銷創意呢 其實對於經營這塊市場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我覺得露營車這個商業模式 他可以被永續經營 前面提到的20%的投報 要可以看得到並且吃得到 除了要達到一定的規模 經濟之外呢 另外就是要有好的經營管理團隊 那你覺得呢 有興趣的朋友呢 請在下面留言 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